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杭丽他可不想刚进入到险地就被人家一路的追杀 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份小心又让他无意中躲过了一场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呀现在越国的大部分边界处魔道派出了不少的人使日夜巡视 这寒历若是贸然从原路返回肯定躲不过人家的耳目 一场逃亡大战十有八九是免不了的 如今呢安然进入了越国的杭丽 静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赶路 走的全是兔子不拉水的地方 就让他一路无险的到达了古传颂镇所在的灵石矿附近 不用问呀这个时候的灵矿自然也落在了魔道的手中 韩丽远远的偷望一下 结果就见到了身穿绿白两色服饰的魔道弟子 从那袖头上的碧绿鬼头和粉红色的桃花标识看来 应该是鬼灵门和和欢宗的修饰 知道了占据灵矿的魔道身份之后 韩丽就悄悄的隐秘走开 并在附近啊找到了隐秘的地下入口进到了里边 他很轻易的找到了那时候被封闭的洞穴 在用法器将乱石击碎之后 就重新见到了破损的古传颂镇 一见到古传颂镇还安然存在 韩丽心里边略微舒了一口气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韩丽啊先用一套新得到的幻影镇旗 将那个隐秘入口彻底唤醒引住 然后又用改进过的颠倒五行镇的镇旗和镇盘 布下大镇 护住了古传颂镇所在的洞穴 如此一来 即使魔道的修饰发现了他 他也有时间从容逃跑了 于是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韩丽 开始修复传颂镇了 因为这预检里边说的清楚啊 古传颂镇的修复那是一个精密无比的工程 即使不起眼的一道符文弄偏了一点 都有可能让整个传颂镇出错 所以呢 韩丽的修复过程可以说是缓慢无比啊 跟那乌龟爬似的 整整七天的时间过去啊 这传颂镇只不过完成了一小半的修复 而这个时候一个大麻烦出现了 事先买的材料竟然耗尽一空了 一看这样的情形 韩丽有点傻眼了呀 他原来买的这些材料呢 虽然说比清单上的还要多一些 但完全没有考虑到修复中会出错呀 材料会报废的问题 而他又不是专门的练气师或者什么阵法师 结果记忆不佳的他呀 有大半的材料是在修复的时候出错 被白白的浪费掉的 那么如此一来自然就不够用了呀 没法子 叹口气 看来呀 还得出去一趟 不过他记得 在林矿东边数天的路程 有一处一个修仙家族开的小宝室 虽然说不大 但这些铁母和金玉之类的材料 倒是能够买到的 毕竟传送镇的核心之处没有坏 需要的只是那些普通的材料而已 他唯一担心的是 现在修仙界这么乱 这家宝室存在不存在 这还是两可之间的事啊 别冒险赶到了地方 这宝室早就没有了 他想了半天之后 到了晚上 还是颤着夜色出了地下洞穴 直奔那宝室欲气飞去啊 他心里头已经想好了 假如说 这宝室真的没有了 他顶多呀 再活元武国访式一趟就是了 这古船宋镇 不可能只修到一半 他就不问了呀 但是呢 为了保险起见 韩丽准备 晚上赶路 白天干嘛呢 白天啊 就找个地方 休息隐蔽 这样一来 就能将这个危险减少到最低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于是 趁着漆黑的夜色 韩丽向东飞行了整个晚上 在天刚开始蒙蒙亮的时候 才开始寻觅落脚的地点 但是 就在他往下方眺望的时候 忽然神色微变 猛回头 往一个方向凝神望去 他隐隐的感到 似乎有什么人 正往这里急速飞驰而来 而且 不止一个人的样子 他不加思索的 一踩脚下的神风舟 人就向下斜飞下去 转眼间呢 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他刚刚将那个身险引捏好 并将周身灵气收敛起来 一道刺眼的白光 就闪电一样的 无声无息的飞了过来 一团树杖大小的雪雾 鬼哭了鸿嚎之声不绝啊 紧根不放的地方 则有一片粉色的霞光 引发出清明之声 同样是直追不舍 躲在下面山林中的寒历 没有注意前面的白光 和后面的粉色云霞 反而倒觉得那团 雪雾是特别的眼熟 这不是鬼灵门少主的 护体魔宫吗 难道 真的又是这个冤家吗 一想到鬼灵门少主的厉害 和所吃到的苦头 寒历的神色阴沉了下来 就在寒历以为 这几个人马上就会从他上空急速的顿走的时候 前面飞驰的白光忽然间停了一下 接着光滑脸去并停了下来 露出了一位站在飞剑之上的白衣女子 直见这个女人身材修长 头戴斗旁 一现出身形就冷冰冰的向后说道 小辈 你们穷这不舍 难道真想自行死路 女子的声音啊 千寒无比 可是一听到寒历的耳朵里边 却差点让其一蹦三丈高啊 这 这怎么这么熟啊 这声音 好像是南宫碗的声音 难道真是她吗 这南宫碗 可是和她有过合体之欢的女子呀 虽然和她说过的话寥寥无几 但作为寒历人生中的第一位女人 让她呢 早就将对方的阴容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了 而这声音的确很像南宫碗 只不过这嗓音似乎沙哑了一点 寒历呢 还是有点惊疑不定 她正在震惊之际 后面紧追的雪雾和那片粉红的霞光 似乎也被蒙面女子的话给吓住了 不约而同的停在了十几帐外啊 接着雪雾和霞光稀疏了起来 同样露出了里面的人 不用问呀 雪雾中的果然是鬼灵门的少主王禅 另一侧霞光散尽后露出的是男女二人 这让寒历目瞪口呆呀 男的是那燕灵宝见过的 艳丽如女子的妖艺男子 女的竟是失踪多日 估计早落入魔道之手的董轩儿 只见董轩儿神色清冷 原先的狐媚之气 不知道什么时候荡然无存 显得可以说是端庄无比 更令韩丽惊讶的是 她的修为已经从原先的住击初期 提升到了住击中期的境界 韩丽看着董轩儿和妖艺男子是 并肩站立在一起 不禁眉头紧锁呀 而在这个时候 鬼灵门少主和艳丽男子 与蒙面女子的冰冷眼神一对 同时露出了犹豫的神色 对方虽然已经和一位 鬼灵门的杰丹妻高手两败俱伤 应该无力抵抗了 但是毕竟这个女人在 掩月宗防护战中 可是杀伤了无数魔道修士的 杰丹妻修士 那万一对方拼死一击 硬拉上他们两个人同归于尽 这可觉得太冤枉了 由此想法的两个人 不由得互相望了一眼 谁也没有抢先动手的意思 见此情景 那艳丽诡异的男子 演出滴溜溜一转 就面带微笑的 冲蒙面的女子说道 若是在往日 南宫前辈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和王兄自然望风而逃了 可是时过境迁啊 但是现在嘛 即使晚辈看在掩月宗和和欢宗的渊源上 想放前辈一马 可这位鬼灵门的王兄 他也不会罢休啊 艳丽男子 完全一副咱们是自驾人 什么都好商量的口气 但却不客气的将鬼灵门少主正面推了出去 当做了什么呢 挡箭牌呗 王涵听了这话 心里大怒啊 他同样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 只是冷眼望了对方一眼 就不慌不忙的说 听说和欢宗密寿中有一门悬月西音宫 修炼的男子可以通过双修之术将女子的原因强行吸纳一部分去 虽然说不多吧 但以前辈的结单期修为 想必可以让这位田公子借此有筑基中期的瓶颈进入到后期了吧 王涵这话一出口啊 艳丽男子脸色微变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啊 自己苦追这个女人不放的目的 竟然被王涵一眼就看穿了 心里不禁有些恼羞成怒啊 而与此同时 那蒙面女子却两眼射出羞恼之色 银牙一摇土道 一休之鹤 找死 说完一抬手 一片白蒙蒙的剑光是铺天盖地的射了过去 对面的王涵和艳丽男子见此情景同时是大惊失色啊 身上的雪雾霞光瞬间涌出 就要马上飞顿后退 和妖艺男子一直站在一起的董香儿 三个人是急速的向后顿去 因为结单期修饰的寒狠一击 那可不是他们三个人能接下来的 那漫天的白色剑光 在蒙面女子的催动下紧追出去十余丈的距离 突然云霄雾散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同时呢站在法器上的女子 缅慢的身子晃动了几下 一副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 见到这个景象 艳丽男子和鬼灵门的少主大喜过望啊 同时油腿便劲地冲了上来 韩丽在下面看得神色微变 不加思索地往楚带上一拍 十三枚红线顿光针自动跳出来 到了手上 韩丽双手紧扣住他们 就算此时出手再危险 韩丽也不能眼见着南宫婉事香消玉允啊 毕竟他再怎么自私和冷漠 也并非真的是六亲不认的冷酷无情 况且他自信 现在的他 也许还不是鬼灵门少主两个人的对手 但若是一心想逃的话 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在韩丽一仰手打算将这些非真放出 就像蒙面女子的时候 天上的情形 却又急转直下 发生了巨变 原本在剑上战力不稳的蒙面女子 在王长等人欺近身前的时候 忽然身形一稳 秀目寒光一闪 王长和那艳丽男子一见 面露骇色 顿时心知 中计了 但是当他们想回头再跑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见女子双手一扬 无数的冲天剑气再次飞出 刺目的白光将三个人彻底的淹没在其中 看到这一幕 韩丽心里轻松 手中紧扣的法器也略微放松了些 这个时候整个天空都被蒙面女子的剑光照耀成了灰白色 而在白光中的雪雾和霞光 虽然说如滔天巨浪中的小舟摇摇欲坠 但却一直随波逐流的硬撑了下来 别是那艳丽男子和董轩儿在霞光中 两个人齐手射出青红两侧的奇光 就能抵消这剑光的狂功吧 这种情形让韩丽轻轻的皱了一下眉头 低头想了一下 人家无声的从原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天上边的这蒙面女子却是焦虑万分 她虽然说用计将这两位魔道的后背给困住了 但现在的这种强度的攻击竟一时拿这三个人拿不下 这真出乎了意料之外 而不久前 她和魔道的一位杰丹妻修士大战了一场 结果呢 法力耗尽之后 差点和对方是同归于尽 后来虽然说逃出了重围 但伤势严重的 令自己都极为的心惊后怕呀 更糟糕的是 和元神紧密相连的法宝在拼斗中受了损失 短时间是甭想动用了呀 并且因为有追兵存在 无奈之下 她只能动用了大损元气的秘术 强行提取体内的一部分潜力 来激发出一丝灵际出来 好欲气逃顿呢 但是没想到的是 虽然说大部分的魔道之人呢 都被她甩掉了 但这三个人却魔攻其特 竟能紧追其后不放 如此一来 她只能设法灭掉这三人 否则等秘术功效一过 她即使是什么结单期的修士 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到那个时候可就是 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啊 而她之所以选在此处停下 是因为刚才神使感应到了 这里有一名修士存在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身上却没有魔道六宗的魔攻气息 这是无疑的 并且这个人是一名铸鸡中气的修士 不是修仙大族的修士 就是其他五派的同盟修士才对 因此啊 抱着情况再坏 也坏不到哪里的想法 她才飞顿此处的 大有把这名修士一同脱下水的意思 这样事情说不定还会有什么转机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人的神识倒也不弱 竟远远的闻声隐匿了起来 完全一副不想惹麻烦的态度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女人哪 只能停下来独自对敌 让她对这个人是恨得压根直咬啊 可是人生充满了变故啊 正在她骂得怒火中烧的时候 另一个要命的意外又出现了 这三名魔道中人竟然任性十足啊 身上还有极其厉害的防御法器 以她用的残余灵力施展的功法神通 竟一时消灭不了对方 而她身上的高级俘虏和其他厉害的法器 又早在多日的争斗中 早就消耗的是一干二净 如今的她 感到体内的最后一丝法力也要消失了 这让她的心一直在往下沉啊 正在对面剑光中苦苦支撑的王蝉等人 感到如山一样的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剑光 渐渐的 哎 这怎么稀疏了起来 接着就彻底的消散了 这个让三人一呆 但马上看到蒙面女子木然的站在法器之上 双目黯然无神 并且身子让人怜惜的还有一些微微的颤抖 王蝉和艳丽男子互相看了一眼 心里狂喜啊 但是那刚刚吃过的苦头 还是让两人犹豫了一下 不敢轻举妄动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下方啊 飞出了一道白光 这白光快似闪电 眨眼间就到了蒙面女子的身前 在白光中 似乎有个人眼一晃 就将那蒙面女子拦腰抱住 接着啊 白光一掉头 竟然朝下 也原路 推了回去 这一下子 让王蝉和那艳丽男子 是忽然大怒啊 谁这么大胆啊 把他们倒嘴的肥肉 就这么 给抢去了 预知于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93回